今天我们就是再来把上个星期的部分再延伸 上个礼拜日主要是针对那个LEN加IP函数 然后把它产生这个手机的号码 另外的话就是讲了几个 像LAPT、MID、IF等等的函数 那主要目的是希望你们要彻底的了解函数的使用方法 那怎么样使用函数 这个我想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逻辑 那也就是说在以色列里面函数其实有四百多个 但不是说叫你每一个都一定要背起来 其实就是它有固定用法 那这个固定用法就是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你要用哪一个函数来解决 比如说我要产生几个零的话 那我可以用IPT 然后给它零几个吧 然后要怎么样知道产生几个 那用LEN去算它的质数 那用3去减减掉它里面比如说两个字 3减掉两个字那就产生一个零 但是呢这样的方式其实有点麻烦 所以呢是不是有别的方法更简单 当然有啦 其实这个在那个上几礼拜的函数 那今天的话我想请各位再练习一下 请你把那个综合练习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demo一下 其实另外还有别的函数可以 比如像test函数 那我们今天也许就是要做几个 比如说像按钮啦 有没有像这个按钮按下去 它可以自动帮我把上个礼拜的动作 把它重复产生 另外就是计算到底这个资料里面 比如说几年级生的人最多 做一个统计分析图表 所以今天的话就不只是做函数 而是要开始要写程式的啦 OK 这些各位有点心理怎么样 另外的话要做一个统计分析啦 那这也是Excel里面最重要的功能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些功能 而且甚至你不会用的话 那当然不要说你会用Excel啦 OK 其实用Excel里面的函数 算是最基本的 那当然呢还有其他功能 包含就是如何让它自动化 提高效率嘛 那背后可能要写点程式 但是今天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虽然可以写程式 但是不是你写 而是Excel里面有那一件功能 会让你 帮你写出程式来 那怎么要帮你写程式这件事 那我觉得啦 大部分同学对于程式应该 大部分应该都是外行吧 那如果你要怎么样踏进 程式的领域啦 我想一下教你一些 一堆 一大堆语法 太难了 所以我教会一些最简单的 我想一想哪一种最简单 其实里面有一个叫录制聚齐啦 录制聚齐就是不用写 它可以帮你这种产生 但是你要知道职如何产生 也就是你不用写 它会帮你产生 那产生完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变出像类似按钮 按下它 像这个手机浩秒 我怎么自动快速全部产生 加个按钮比较OK的 甚至这旁边其实有别的按钮 你可以用正经800的按钮 你也可以用这种 有点像图示的按钮 有没有 那这个是还没产生啦 我们待会要讲 另外的话就是枢纽分析 统计一下到底 比如说哪一个年龄层的人最多 比如说我想知道我会员里面 到底哪一些年龄的 是七年级生呢 还是六年级还是五年级生最多 那我只要知道年龄层 那我就知道说各年龄层 比如说哪比重最多 那我要做行销的时候 我知道哪个年龄层 用不同的方式做行销嘛 OK 好 所以今天的话 第一个请各位先帮我做一件事 这个待会就统一分析 这个是等一下要做的 那首先请你帮我把综合练习这个工作表 把它再复制一个 那复制的方式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拖拉 拖拉到右边 同时按下Ctrl鍵 然后再把左键放开 是 哦等等等等 不好意思 这话我们第一个 就是先帮我把这个工作表 我先把它删掉 再做一次 拖拉 按左键拖拉过来 再按Ctrl鍵 然后同时放开左键 这样就有一个 也就产生一样的工作表 然后呢 请你帮我把这个工作表名称 改成叫Test T-E-X-T 那为什么改这个名称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希望呢 把上个礼拜的这个 REPDI-LEN函数的公式 改成用Test来解决 那为什么要特别用Test呢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Test函数其实有一个蛮厉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让你变成这样的规则 比如说三个字的话 那如果用格式来解决 不用Test 你可以直接不用你选84跟7好了 选起来 这两个除了个按右键 除了上个格式 那假如说你要把这个上面的格式 改成三码的话 那很简单 除了个按右键 然后这边预设是通用 请你把它改成制定 那制定上面这边就有个可以 让你输入公式的地方 什么区斜线通用格式 请你把它改成三个0 那三个0的话什么意思 一个0就表示一个数字 OK 三个0就表示三个数字 那你会发现 这边会出现084 所以你把它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看到的结果 就会变成084跟007 那你想说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如果直接变三码 那我直接把它串在一起的话 那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我要的这个手机号码结果 就不用上个有限的麻烦 还用IPI、L、EM OK 可是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刚刚的做法是按右键除了个格式 那所谓的格式 其实白话的意思就是表面上看到的 但实际上它有没有真的改变里面的资料 其实跟各位讲并没有 OK 所以我刚选起来的按滑右键除了格式 制定里面三个0 实际上的话它并没有真的变 它只有改变表面上 所以你看到是084 但是实际上存在Excel里面的话 它其实还是84 你会看到这还是84 知道编辑列里面看到就是原始的状态 那7的话也没有改变 7的话实际上还是7 它并不会变007 那你说格式到底有什么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将来有一个需求 就是希望可以把表面上的这种状态 变成实际上真的084跟007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要想到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所谓的今天要讲的 叫test函数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真实的把它变成 你要看到的那个样子的话 格式真的变成实际上的这个文字的话 那你可以藉由test它就可以办到了 怎么办到 我们应该要看Ctrl-Z好了 先把刚刚的这个格式把它恢复好了 那如果我要真正变成这个084跟007的话 首先的话我刚刚讲 你可以插入函数里面找到文字的里面 因为它是test是文字 所以你找到文字T开头的 所以往下拉 这边就会看到有一个叫做test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话它其实用法 它的用的方式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请你给我资料 那我value嘛 value我就选84给它 那第二个参数呢 它会问说你给我一个formate test 那formate test 我还记得吧 我们刚刚不是在格式里面输入000吗 那你就把那个000放在这边 但是请特别注意哦 如果在函数里面 你看到它的问题里面有test的话 请你记得前后一定要加双语 为什么 因为文字嘛 test哦 请特别注意 就是它意思说 请你务必要给我的是一个文字哦 所以文字理论上前后会需要有双引号 那请你再把前后双号里面 再加三个0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利用这样的方式 得到的就会把84 变成真正的084哦 不是像刚刚格式是表面上看到 而是真正变成084 OK 确定 那当然如果你把它向右填满的话 它会自动参照隔壁的公式 把7也变出来 那你说底下的部分呢 快速点两下 比如说你向右拉对不对 向右拉 再快速点两下 你会发现底下呢 也会全部都变成三码了 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如果假如说呢 我们不用上个礼拜的那一个函数 LEN 有没有 先算几个字嘛 然后用3去减 然后再用REPD的话 那实际上哦 应该用test函数应该更简单 所以你大概有个方向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test 把它加到公式啦 要怎么加 其实我们可以把上个礼拜的 这个公式的REPD 这个可以把它拿掉 那大概到哪里呢 大概到-号这里啦 所以一个end-号 end这个后面把它delete掉 把它delete按打勾好了 我把它大概留到这边 因为主要是区码跟默码嘛 底下这边也可以把它填满 这边恢复成原来状态 那后面怎么把这个公式放到这边来 那当然哦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贴过来 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 你刚才自己重达好了 end end什么呢 把那个test抓过来 因为刚刚有用过 所以 如果你之后还要再把函数 加到这个公式里面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选择test 把刚刚的动作再做一遍就对 把均式 然后formate test的话呢 就是前后双引号 移到中间加三个零 OK 按确定打勾 那你可以看到 0911耶 减号084 有了对吧 那007怎么做呢 一样哦 把 所以 就是利用同样的道理嘛 因为我后面要是什么呢 要一个简号 然后要007嘛 所以呢 公式部分哦 其实不用重挡 干脆直接拿这个 原来的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尾巴 只是要改一下 因为我不是指向G4 我要指向H4 所以你把G4选起来 或者直接把G改成H 然后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 选G4之后点一下H4 他就把它盖过去 打勾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 我们要的啦 OK 所以呢 这边主要就是 把上个星期 用的那两个函数 把它换成用test 之后的话你会发现 哇 马上感觉 用test相对简单很多啦 所以你两个比较嘛 这个跟上个礼拜比 哇 上礼拜是 这一串 光这一串其实相对困难很多 那test的话呢 其实 基本上呢 就可以简化一些动作 我觉得会比起 上个礼拜的那函数来的简单 公式也比较简单 OK 最后当然这i跟j 就不需要 把它delete掉 然后选起来 因为这个等于是我们练习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会 你可以先在旁边练习 OK 所以哦 请各位第一件事 先把上个星期的那个公式 换成用test 试试看 OK 第一个 那也就是说啦 其实要解决 如何串接手机号码 其实不是只有唯一的公式而已 也不是说只能用IVXL 不是哦 你可以用test 那你说老师还有没有别的函数可以解决 这一定有啦 那只是说呢 到底用哪一个函数来解决会是最简单的 这个我想还是要对于那个什么 这个函数的了解掌握 如果哦 如果你假设都知道里面有哪些函数的话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斟酌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哦 像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通常会使用几种公式不同的结果 然后呢最后选出哪一个比较简单 OK哦 当然啦 除了用函数之外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希望 再来就是 我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在这个旁边帮我写个自动化的按钮 我的需求是希望按下按钮的时候呢 他可以帮我把这些资料全部清空 然后另外一个按钮呢 他按下去自动帮我又产生手机号码 那如果我有这种需求的话 我应该如何做 所以这待会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公式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可能要请大家 可能要进阶了啦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要写一点程式 但那个程式不是真的是你自己写的 而是Excel帮你写出来的 只是说怎么样 Excel可以帮我们写程式这件事情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不好 这个公式先完成